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 台南市推动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 或国内知名线上英语学习平台VoiceTube赞助 提供南市企业员工2000名免费商业英语资源 市府第二官方语言专案办公室鼓励企业主提供奖励机制 激励员工学习 获得企业老板力挺 推出奖金 国外旅游方案等奖励 兼任二官办主任的市府副秘书长李贤卫表示 市府团队推动诸多企业英语力提升计划 包含协助中小企业设置英文网站 行录等 获得VoiceTube赞助后 也加码提出企业英语力三支建计划 员工整体学习绩效良好的企业 将由市府公开表扬为英语友善企业 二官办指出 该计划获得企业热烈回响 包括产业龙头如康奈乡 南宝树枝 凤济国际机械 精英酒店等企业接力挺政策 展示台南在地企业积极迈向国际化的决心 而各企业提出的员工奖励方案也相当多元 例如南宝树枝成立英文聚会 将员工出席率纳入成绩计算 作为晋升及奖金计算标准 奉几国际提供学习成效加的员工500元 或1000元奖励金 并计加奖一支台南精英酒店另聘英文专职教师 康奈乡还聘请外籍老师到公司授课 小伙计算标准备